从下个月的25号起 准新人将能够在网上完成婚宁注册的程序 远程结婚也将会成为永久选项 为解决终身大事带来更多便利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文化社区与青年部 在联合文告中宣布 本地将会从下个月的25号起 全面的数码化婚宁注册程序 新人不再需要逐字的填写在线的申请表 未来双方都能够使用SyncPass上网登记结婚 准新人也不必再前往婚宁注册局 验证文件和签署纸本的婚宁证书 往后新人和结婚证人 也无需在纸版的结婚证书上签名 婚宁注册局会在新人宣誓结婚后 把数码婚宁证书电邮给他们 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很喜欢上网 做这做那的 他们不需要亲自下来做那个见证 而且数字这个他们的见证书 可以在上网可以拿到 而且立刻可以拿到 对他们来讲跟宣誓官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方便 不过21岁及以下的申请者和外国人 还是需要亲自前往婚宁注册局核实文件 回教婚宁注册局明年起也将会提供类似服务 谢谢大家